好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想問一下兩個 兩個問題來看一下 莫斯科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的外幣 現在人民幣已經超過美元了 好 這顯示的是中國速度 另外一個部分是鴻蒙 鴻蒙現在從所有的城市語言 一直到編譯器都是自主研發的 現在已經開啟跟Android系統切割之路了 本來超過美元可以理解 因為它被Swift的制裁嘛 所以當然就使用 人民幣對它來講比較安全 鴻蒙我覺得要跟安卓脫鉤 大概就意味著 它即將成為中國政府認定的平台的系統 所以未來只要涉及 有這個資料安全的問題的 大概就要求要使用鴻蒙 那因為它的量夠大 它目前已經有7億個平台連結 未來一定還會更大 所以就要看美國的一些公司 要不要妥協來跟鴻蒙合作 這就變成倒過來了 不是說我鴻蒙要去弄一個可以跟你安卓對接 而是你安卓或其他的美國的公司 要不要來跟我對接 不過中國大陸也不會只有這個系統 因為畢竟它還是要賣到全球 這個指的是中國國內的系統 國內的系統 它可能就會認為鴻蒙就是公定的系統 那你覺得這個現象會先從中國 然後外溢到 外溢非常困難 外溢很困難 因為鴻蒙現在在全球的市佔率還是非常低 大概不到2% 這個很難 因為全世界是被安卓系統壟斷的 大家都知道還有iOS 那個蘋果的iOS系統2024年會被鴻蒙追過 可是鴻蒙大概也只有20%而已 中國大陸最大的還是安卓系統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只講手機 應該是講跨平台的那個系統 那因為涉及資安的問題 那中國政府就要求要用鴻蒙 問一下蔡委員 你怎麼樣看這個部分 有人說這個鴻蒙系統已經漸漸走向獨立了 在今年就是所謂的突圍之年 鴻蒙新核版推出的確是一個新時代 所以它叫做Harmony OS NEXT 加NEXT 在中文翻譯成這個鴻蒙版 它幾乎從原生的底座到最座 中端的應用系統都是自己開發出來的 當然也有人說你那個城市語言 是不是Linux所改的 但他們說不是 所以完全自己開發出來 所以這樣的系統 當然跟Android iOS是並不相容 回到現場我們討論一下 現在反制了美日韓的聯合軍演 北韓進行了這個水下核武的測試 這個是北韓國防部有說 海嘯523的實驗 已經就是為了做這個反制 但是韓國軍方說 北韓對於外界誇大新型 無人體的作戰實力 這個海嘯系列 其實是北韓研發的核子無人潛水攻擊艇 主要是用來攻擊敵方船隻跟港口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北韓 有人說現在北韓對韓國的這個新的方針 已經改變了嗎 因為北韓的中央電視台17號播放的節目 地圖只有這個韓半島的北部用紅色的來標示 但是我們來看到在兩天之前其實不一樣喔 包含濟州島等等在內整個韓半島 全部都是標為紅色喔 只有隔兩天 韓國跟其他國家一樣標為藍色 好這個部分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呢難道說北韓他已經全面宣誓 把南韓變成這個死敵 變成永遠敵對的國家嗎 這個部分問一下亮哥 這個我覺得是以習越 因為想把美國的核武力量引進來 踩到了北韓的紅線 那雖然美國目前沒有答應 可是他的這個核戰略前提已經開始 三不五十來這邊兜一下 而且也包括美國跟韓國開始加大力度做演習 然後也包括尹錫越本人對北韓的 絕對敵視態度一面倒向美國 那當然也有北韓的自己的因素啦 因為他的底氣變足了啦 就是因為他提供傳統炮彈給俄羅斯嘛 那俄羅斯已經決定要跟北韓全面合作 而且還特別講了一句話 軍事合作 包括所有射擊秘密的合作 那我覺得這個就有一個戰略上的 應該說是新的發展就是 俄羅斯就覺得說你美國可以在日本跟韓國來搞我 他又在北約那邊在搞我 那你以為我不能相對來搞你是不是 所以俄羅斯就在北約那邊不是搞白俄羅斯嗎 把核武器運到白俄羅斯啊 那現在就是那我就把北韓武裝到牙齒 我看你要怎樣 武裝到牙齒就包括 然後你就看到北韓在去年 他實在是射了太多導彈了吧 你認為他金正恩真的這麼厲害嗎 各種導彈各種性子 他包括超高音速導彈都做出來了 然後後來軍事偵測衛星也發射了 然後後來又發射一個射高6500公里 可以涵蓋美國全境的中際導彈也射出來 這個背後沒有抹北方大國之詞 這個沒有人相信哪一國 北方大國 所以這個 跟大陸一樣東方大國 抹北方大國 我覺得這個就是俄羅斯 看透了美國跟歐洲 就覺得說我對你們不太信任 那我要往亞洲這邊走 我也要培養一些籌碼 俄羅斯是有籌碼的 他跟中國大陸不太一樣 因為俄羅斯長期以來是軍事大國 所以他是在各地有養小弟的 比如說敘利亞 白俄羅斯 北韓 還有委內瑞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就不客氣 那不客氣就是 有時候我自己不方便出手 我就叫小弟出手 那我覺得這個就剛好 就北韓的底氣也變強了 然後隱習約又是那個姿態 所以就硬碰硬了 所以你就看到北韓就決定重新定位 至少隱習約政府 我覺得他倒不是說韓國就是怎樣 他是說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永遠的敵國 他用這樣來定位對不對 所以這個已經不能再用和平統一來談判 而是要用軍事政府對不對 他現在講話都變成這樣 然後還要把那個金大宗 去訪問北韓的時候建立的那個 和平紀念碑把它拆掉 然後還有李秀的那個圖 朝鮮半島本來是同一個顏色 現在要拆成紅色跟白色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隱習約 因為隱習約真的是一個超級白目的韓國總統 他就是跟賴清德有點像 就是他沒有感覺你知道嗎 他常常踩到紅線然後他沒有感覺 他也因為這樣跟中國關係不好 我認為如果再這樣下去 因為隱習約現在還是 一頭熱說拜託美國 你把核武放在我家好不好 這坦白講這是一個極端愚蠢的想法 因為你事實上不是只會得罪北韓 你也會得罪俄羅斯跟中國 中程導彈核武中程導彈擺在韓國 這是多大的事情 這幾乎就是古巴危機2.0版 就是亞洲版 結果隱習約既然這樣想 他說為什麼我不能夠跟德國 例如意大利 荷蘭比利時這樣 把核彈放我家很好啊 怎麼會有這種人 這個我坦白講 以前普警惠執政同樣是保守派 他都不敢這樣要求 所以這個就是 我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說 韓國就發生這種總統 賴清德想學他 菲律賓發生小馬格斯 然後我們這邊來的賴清德 對啊 就是這樣啊 我就跟你講就是說 有時候那個領導人開始 異想天開 你真的就不知道風險會玩到哪裡 比如說北韓前一陣子是 射導彈到延平島的前面 以前他是直接射到島上 發生過耶 還死了很多人啊 我認為這種事件你不要排除喔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